大家好,今天我要做蛋炒饭。 我决定做这个菜,因为我觉得蛋炒饭有香又好吃, 所以我想做蛋炒饭。 我在下去饭看到这个菜铺,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。 我先介绍一下做蛋炒饭需要的食材。 你需要两个鸡蛋,一碗米饭,油,胡萝卜和葱。 除了食材以外,你还可以加调料。 我想加胡椒粉,羊和姜油。 我家有这些食材,所以我不需要出去买菜。 如果你家没有这些食材,你可以去超市买。 如果你想用新鲜的葱和胡萝卜,你应该去菜市场买。 要是你觉得你准备好了,你就可以开始了。 首先把葱和胡萝卜洗干净。 我已经洗了。 接着把米饭从冰箱里拿出来。 这是昨天的米饭,因为做蛋炒饭最好用剩饭。 然后打两个鸡蛋,把鸡蛋倒进碗里。 接下来把鸡蛋倒匀。 接着把胡萝卜切顶和把葱切片。 然后把油倒进炒过里。 把鸡蛋倒进炒过里。 接下来把鸡蛋煎一下。 接着把米饭倒进炒过里。 然后把蛋和米饭翻炒一下。 接下来把胡萝卜和葱倒进炒过里。 接着把豆翻炒一下。 然后把胡椒粉和羊放,最后把盛出来。 我现在加酱油。 做完以后,别忘记把碗超过手指和刀子放在洗碗机里。 我的蛋炒饭做好了。 我希望这个菜很好吃。 看上去好吃鸡了。 我觉得做蛋炒饭很有意思了。 我的蛋炒饭很香。 我的蛋炒饭有很好的味道。 我的蛋炒饭有很好的味道。 不但很香,而且很好吃。 很好吃。 很好吃。